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Data Stacks 公司也提出基于 我们的一个Open的API Gateway 主要是它允许开发者 通过一些简单的函数调用 API调用就可以实现对Cassandra 设计库的读写和操作 这些API调用包括REST API GraphQL等等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开源项目是K8Cassandra.io 这个主要是推进Cassandra项目 在Kubernetes领域的部署和开发 这样会大大减轻我们对Cassandra系统 部署和运维的一些难度提高效率 好的我们然后简短回顾一下大数据数据 数据核的数据处理以及LAMDA架构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 所以说我也不会做详细的讨论 就是我们简短的过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对大数据一个通用的一个比较接受的定义 是体现在五个V项 这包括体量和规模 英文字母是Volume 然后速度Velocity 多样性Variety 准确性Varacity和价值Value 很久以来当我们说起大数据 然后我们直接的想到的等价的名词就是Hadoop 那么Hadoop最核心的一个贡献 就是通过这个MapReduce的一个计算框架 通过这个计算框架 当我们进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把计算是在我们移动计算 而不是移动数据 这样的话在网络层面 对数据的传输就会大大降低 这样提高的一个整体的数据计算的效率 同时Hadoop本身也是有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的 它包括了一些NoSQL数据库 以及对于进行机器学习和统计分析 等等的一些函数库 当然了这些生态系统 现在已经逐渐的被新的一些技术所取代 Hadoop最大的问题是它一个批处理的一个特点 而且在进行MapReduce计算的时候 很多中间生存程序 会进行频繁的一些文件系统操作 所以说从整体来上它的处理速度比较慢 不能满足现有商业系统的一些 对实施数据处理的一些要求 现在商业系统来讲 如果想有一个比较好的决策系统 那么这个实施性是必须的 我们以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为例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 已经出现了很多年至少二三十年以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它的发展是比较平稳但是缓慢的 最近这几年由于这些实施 由于一些硬件技术以及软件技术发展 使一些实时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成为可能 所以说最近这几年 这个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就非常的迅猛 这就体现了我们 当我们现在的商业环节里面 当我们在处理大数据的时候 更多的是不仅是大而且快 这体现在大数据的收集处理 分析和决策整个一个流程 都是需要实时的要求必须满足 传统的大数据的批处理模式 已经不能再满足现金的商业需求了 当我们提到大数据的时候 我们一个非常紧密相关的概念 就是企业数据壶 这个概念是由James Dickson 是在2010年来提出的 它对于这个企业数据壶这个类比是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你把传统的数据仓库里的数据集市 为一种经过精心加工的瓶装水的存储模式的话 那么数据壶就是一个相对于是自然状态的一个壶 就是一个自然壶 这个数据壶里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源头流入到壶中 而且这个壶的各种用户可以用这个壶里的数据来进行不同的一些操作 那么它就提醒到这个原始数据的来源和格式的多样性 以及数据量的以及数据量数据的体量和速度 然后企业壶数据呢 它是构成了一个企业的一个核心资产 就是体验的这个价值的 从这个方面来讲呢 企业壶企业数据壶呢 和大数据是几乎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从这个企业数据壶架构来讲呢 它是指一个数据获取处理存储和风际的框架 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图呢 基本上是给出了一个企业数据壶数据处理架构的一个大概的流程 在这样的一个企业数据壶数据架构处理中呢 Lambda架构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而且行之有效的一个架构 Lambda架构呢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批处理层 这个批处理层呢包括了一个主数据库 也就是所谓的单一真相来源 当数据写入主数据库的时候呢 它必须是原始数据而且是不可更改的 但新的数据加入的时候呢 它是以一种追加更新的方式写入 当我们需要从那个主数据库里面进行数据查询的时候呢 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策略是呢是通过一些预处理策略 然后生成不同的批处理试图 然后另外一块Lambda架构呢是速处理层 这块呢主要是用来处理实时数据的处理和存储 以及弥补这个批处理试图和新价数据之间的差距 同样的呢这些实时数据也会生成相应的实时处理试图 和批处理试图一样它们都是存储在服务层里的 服务层呢是可以满足这个下游系统或者用户的一些实时查询的一些要求 是一种比较快速有效的方式进行查询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Lambda架构是一个数据处理框架 而不是指于具体的技术实现 实际上呢在Lambda架构提出以来呢 有很多种技术具体的技术可以来实现Lambda架构 比如说用Hadoop我们也可以实现Lambda架构 对基本的技术要求呢对Lambda架构来说呢是包括了数据存储 可以是指数据库来存储文件也可以用文件系统 然后呢对在数据实时处理这块呢我们需要有这个实时的消息流处理 以及一些所需要的数据转换和转换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是ETL的这样的操作 在现在的这个商业环境里呢当我们设计一个Lambda架构的时候呢 有更多的非功能性的要求也必须满足 这主要是提现在一个强壮的一个系统架构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系统架构也会要有必须要有高容错性 还有高可用性 而且会有非常强的水平线性扩展能力 它的性能也能够满足现在这个商业的需求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来的时候呢 越来越多的系统需要有支持这个多搜户的支持 以及跨地域数据中心的这个服务的支持 这样的一些特点的决定呢 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可以在现有的这个商业环境中呢 实现一个运行良好的Lambda架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这个在 使用这个Apache Cassandra和Spark 和Post来实现这个Lamb架构 因为我们认为这三个技术呢 可以很好地满足了我们之前的 对于这个Lambda架构的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技术要求 以及它的一些额外的一些系统要求 从这个系统架构层面来讲呢 这个Lambda架构 用这三种技术来实现Lambda架呢 是是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从那个元数据流呢 一方面呢它会加载到一个Cassandra数据库里面去 是作为一个主数据库表 然后呢从这个主数据库表里呢 我们通过一个Spark Job来做P处理 这个P处理呢可能是每天来执行 或者说是每周来执行 反正它是遵循一个固定的一个执行的日志 然后通过这样那个Spark Job呢 我们生成所谓的P处理师图呢 然后这个P处理师图呢存储在另外的一些Cassandra表里面 可能是另外的Cassandra的名空间里面 然后同时呢这元数据也会被加载到 以消息的发布的方式加载到这个Pulsar的集群里面去 加载到Pulsar的消息 然后会经过这个Pulsar函数的实时处理 然后生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新的一些消息数据 这些消息数据呢会通过Pulsar的这个内置的 Io连接器呢协助到一些目标的Cassandra表里面去呢 这个是对应一些实时速出旅程的实时试图 这个整体的架构呢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三种技术 会会满足我们这个对LAMDA架构的一个实现 那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Apache Cassandra呢 Apache Cassandra呢是一个分布式的宽列开源的SQL数据库 它最大的系统架构设计特点呢是一个点对点 没有主层结构的系统架构设计 而且它无缝支持这个无缝的多数据中心复制 它有非常强的这个水平线性扩展 然后我们有系我们有客户呢使用Cassandra系统呢 基本上可以做到很多年都零档机 所有的这个系统扩展或者说是系统升级的操作 都是在系统不影响当前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可以完成的 我们可以说呢由于它的这些特性呢 Cassandra是成为了最广泛使用的NoSQL数据库 尤其是在大型的企业级的部署情况下呢 Cassandra是比别的NoSQL数据库都有非常强的技术优势 根据我们服务客户的经验来看呢 有超过一半的这个Fortune100的这个企业的核心业务系统呢 都有在使用Cassandra这个数据库 第二个呢是我们为什么使用Spark 我们之前提到的我在大数据处理的这个Hadoop里面呢 最核心的一个计算模式呢就是MapReduce 这个MapReduce呢它会极大的增加这个数据 大规模数据处理的效率 但是呢由于Hadoop本身的特点呢 它的MapReduce呢是一种P处理模式来实现的 而且会进行听传的文件层级的就文件系统层级的读写 所以说呢它的总体的处理效率的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要求 那么Spark呢是被认为是一种在基于内存的MapReduce 根据Spark的官方文档呢 它是提到Spark可以实现100倍的这个性能优化 同时呢Spark也包括了许多简单好用 以及多样化的一些API和程式库 它可以很好地满足不同的数据结构的一些处理需求 同时呢它提供了一些丰富的程序开发接口 比如说在低层次的RDD的接口 以及比较高层次的DataFrame 以及Dataset的API的接口 这样的话 现在呢Spark基本上已经可以被认为一个标准的 一个统一的多用途数据分析的处理引擎 它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方面 比如说机器学习图形数据库的处理 以及它甚至有它自己的流处理技术 叫做Strux Streaming 但是呢它这个Strux Streaming呢 是以一种准时势的方式来实现的 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迷你P处理 最后呢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使用Pulsar Pulsar是可能对很多人并不清楚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项目 它在2018年才成为这个API顶级项目 但是呢从Pulsar这个项目的发展非常快 然后现在最新的数据显示看呢 最近几个月每月活跃的这个代码贡献人数呢 在Pulsar项目里面已经超过了在卡卡项目 所以它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项目 那它什么是Pulsar呢 Pulsar是一个新代的大规模的分布式的 实时消息和数据流数据处理平台 从这个方面呢它看起来和卡卡有点类似 但是呢它有一些独特的特性是卡卡所没有的 比如说从系统架构来说呢 它是一个采用一个分开的计算层和数据存储层 然后呢这样子会就确保了它的系统的扩容性比卡卡卡好 我们可以对每个数据计算层和数据存储层 进行单独的扩容或者降容 然后同时呢它的数据存储是一种比较小的 小的数据单元比较要分段的数据存储 segment-based storage 相对于卡卡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存储单元 是以分区为主的存储单元呢 从这个数据存储的角度层面来讲呢 它的系统扩扩当我们需要进行系统扩容的时候呢 数据的跨节等级的数据拷贝呢 会比较快而且比较灵活 从这两点来看呢 Pulsar的这个系统扩展性比卡卡要强了不少 同时呢Pulsar有非常强的这个多数据系统的支持 卡卡号称也是有多数据系统的支持 但是呢它的多数据系统的功能呢非常的弱 基本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单行单租户的系统 Pulsar系统呢也支持无缝的跨数据的中心的消息和订阅的复制 这点是现有的任何其他的消息处理系统或者流处理系统所没有的 这点和Cassandra形象非常像类似 我们当进行这些数据和消息复制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依赖于任何额外的第三方的软件 最后一点呢是Pulsar本身是提供了非常灵活的消息处理模式 这样的一个灵活的消息处理模式呢确保了它既可以满足像传统的基于消息对类的一个消息处理方式 也可以满足像基于Cassandra这样子的发布订阅的一个实施消息处理模式 而任何别的系统都没办法做到同一个系统支持这两种消息处理模式 这是Pulsar的一个非常优越的地方 我们从最近的一些发布的一些公共研究的报表来看呢 由于Pulsar系统的独特的特性呢 它可以实现比Kafka更好的性能 而同时呢它的这个成本的控制又会大大的减少 所以说呢我们认为Pulsar呢是一个 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实施消息处理系统 然后我们推荐它是在这个这样的Lambda架构里中才采用Pulsar技术 好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实力程序 这个实力程序呢是一个极简化的石油钻头探测器的实续数据模拟 简单来说呢每个钻探地点有多个钻头 每个钻头呢可能有多种传感器 在比如说温度和速度 每个传感器每个一段时间呢采集一次数据 由于这是一个实力的场景呢 那么我们这个需要回答的这个商业问题呢就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们要最最主要的问题是要监控每个钻头的钻头的健康状况 防止过热或过速 然后每天要记录钻头的每日的平均温度和转速 当有新的钻头出现过热或过速的时候呢 我们要实时记录把它做实时处理 这个实力程序的一个数据处理步骤呢 就第一步是我们需要做一些预处理 这主要包括创建那个Cassender的见空间和表 然后用一个模拟程序生成一些工作负载文件 这个工作负载文件呢是一个CSV的模格式 然后呢它会在第二步中呢它会 第一是加入到一种 加载到这个原始数据库中是一个Cassender数据表 然后呢同时呢它会被以消息的方式 实时消息的方式发布到Port的主机中 在第三步呢我们在P处理层我们会用一个SparkJob来 来处理这个每日的原数据 然后从这个主数据库里面读取 然后经过一定的处理呢 然后把它写入到P处理视图中 那在速处理层呢 这个实时的原数据呢会经过这个Pulsar函数的处理 这是一个实时处理 然后呢通过Pulsar连接器呢写入到 另外一个Cassender表里面 作为这个输出旅程的 输出旅程的试图 然后最后一步呢 然后我们这个在这个 服务层的这些试图 试图里面呢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指这个主要是通过Spark SQL的方式来实现 这个是就是从这个程序的数据流的程上呢 这个就反映了我们这个Lambda架构 这个这个实力程序有几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负载生成器 然后呢它生成的CSV文件呢会有通过 第一个通过这个DSBuckload的这个工具 来加载到这个主数据库里面去 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Posal的消息发布器 它会从这个CSV文件里读取这些每一条数据 然后以消息的模式把它发布到一个Posal的主题中 然后呢在这个速处理层呢这个Posal主题 经过Posal函数的处理呢生成另外一个新的主题 这个新的主题呢是 的数据呢我们会进一步汇总到 这个另外的Cassandra数据表里面 这机器配上就是一对一的 映射到我们这个之前提出这个系统架构里面 这个实力程序呢的详细代码呢 我把它附在这里呢 这是公众可以访问的 然后呢对每个实力程序的这个部件呢 我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就不一一重复了 嗯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去详细的看这个代码库 在这个实力程序中呢我们牵扯到的 Cassandra的数据模型 主要是有三个数据表 然后呢他们分分布在三个键空间里面 第一个数据表就是在有一个键空间 是在master的键空间 这个就是对应于这个批处理层中的主数据 主数据主数据固表 第二个表呢是定义在这个batch view的这个 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主要是对应于服务层的批处理 批处理数据试图 然后第三个是表呢是处位于这个real time view的这个 这个检空间 这个主要是对应于服务层的速处理层的试图 这些Cassandra数据库的模型呢 一些简直以及它的列呢都列在这里了 从pasta消息的主题角度来讲呢 我们这个实力程序呢有两个消息主题 第一个消息主题呢是原始数据发布到这个消息叫做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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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这个嗯格式呢是一种aver格式来呃实现的 在我们这个呃实例程序中我们提到了呃几个不同的呃 呃技术技术名词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 我这里稍微呃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ds bulk loader这个数据加载 呃这是一个data stacks的工程的一个开源的一个代码库 呃这个这个主要的作用呢 是提供一种非常呃性能非常高的一种对呃 嗯Cassandra呃数据库金数据库进行文件就是数据加载和卸载的一个工具 呃比如说呢在这里面我们左边有一个csv的文件实例 那么当我们呃运行这个ds bulk loader这个这个呃命令行的时候呢 呃他首先一个呃 进行数据加载的一个呃这个子命令是load子命令 那么他指定这个呃 从哪里去读取这个呃原手数据 比如说这是一个csv文件的呃路径 然后呢你要指定呃这个Cassandra的建空间以及表的名字呃 这是对应于这个数据要将要写入的呃 Cassandra的数据库的表的名字 当我们运行这样子的一个程序的时候呢 嗯这个呃在csv文件里面呃呃呃所包含的一些数据就会被以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呃加载到Cassandra数据库里面去 第二个是呃呃呃呃呃呃 Datasex Spark Cassandra Connector 这是另外一个Datasex贡献的开源代码库呃 呃我们为什么需要需要使用这个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你当我们在呃呃这个P处理层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spark job 这个spark job呢是从呃主数据库里面读取数据进行一定的呃呃处理 然后把它写入到另外的呃呃Cassandra数据库里面呃呃这个这个新的Cassandra数据库呢 是对应于这个服务层的这个P处理师图呃呃当我们嗯进行spark和Cassandra数据这间数据读写的交互的时候呢 我们嗯嗯推荐我们是强烈推荐使用这个呃spark connector 它的它的作用就是为了提供一个高效的在spark和Cassandra这间的一个数据读写 它有一些非常有用的特性 是在这个开源的Spark中里面是没有的 比如说它可以做这个智能化的分布式的全表扫描 它可以做优化这个Spark DataFrame和Cassandra表之间 直接进行Join 而且它可以根据这个查证的条件 把这个二级所以直接下推到Cassandra层面 而不是说是我把所有的数据取出来 然后在Spark里面 然后内存里面去做这些查询和数据过滤这样的 这样的话大大就增强了Spark和Cassandra之间的数据交互的一个性能 在我们这个程序里面 我们也刚才也提到过了 这个主要是在从SparkJob 从原始数据库读取数据 然后写入到这个P处理数据库中 这个SparkJob我们一个是用做读 一个是用做写 最后一个呢 我们在这个速处理层呢 我们主要用到Posa的客户端API 它主要是用来发布这个消息到一个Posa的这个 主题里面去的这个客户这个客户端的API呢 我们是从这个CSV文件里面读取每一条数据 然后把读取的数据呢 以这个符合这个消息格式的模式来发布到这个 这个原始传感器的数据的消息主题中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Posa函数了 Posa函数你可以认为是一个Posa计算层次的一个动态扩展 也就是简单是一个function as a service 这是通过一些 当你有开发了一个Posa函数呢 它可以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部署到Posa这个集权里面去的 这个Posa函数呢 可以实现你所想想进行的操作的一些复杂的实施的流数据处理等等 最后呢 这些经过Posa函数处理数据呢 会生成不同的一些消息主题 这些消息主题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osa的IO连接器 写入到目标系统里面 在我们这个目标系统里面 就是另外的一张卡森的一张表 好了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个演讲就基本上结束了 我们做个快速的总结 在这个演讲中 我们主要是先简单回顾了一下 大数据和数据壶呢 是现代企业数据处理的一个新常态 在这个大数据处理的框架中呢 Lambda架构呢 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个框架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Lambda框架可以有不同的技术 但是呢 现在的一些Lambda架构的技术实现呢 必须考虑到一些 非公共的系统 比如说是 系统的高容错力 高可用性和易生展性 这就决定了 我们必须采用一些合适的技术 来满足这些条件 很多传统的Lambda架构的技术实现 是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 最后呢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讨论一下 怎么样用Cassandra Spark和Porter来实现Lambda架构 好的 这个就是我演讲的结束了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开始提问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